十建大学新传设的学生 用周族的传统歌舞揭开音乐会的序幕 主办这次活动的十建大学原住民专班 邀请了周边大专院校的原住民学生 一起来参与演出 泰舞鼓涯传唱队也一起参与 接着歌舞的交流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并希望这是每年常态的聚会 基本上十建大学的原民专班 成立了12年以来 然后没有办过像这样子的动态 静态的属于文化的活动 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在校的 外面的学生 然后还有现有的学生 我希望可以创造一种 大家都记得回来这个家 因为泰文族的乌玛就是家嘛 很重要 家团 那这是与文化的约定 也是与我们自己的约定 然后大家在每一年的某一个时刻 可以回到学校来 然后一起做交流这样 除了动态的展演 还安排了静态的文创设计展 有学生们设计时的草图 以及与校外设计公司合作的打样作品 有开始想到一些商品 然后想要做出来的 然后把它画出来 然后这里是设计亚诚会稿 就是比较一些精细的画什么的 对 然后这里前面这个部分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里有发展出来的一些文创商品 就是有打样出来 这个海报上面有两双手 然后有一个手是代表竹林的手 一个代表竹人的手 然后共同去拖一个季球 就是制服球的季球 然后代表一个传承 然后延续的感觉 实践大学原住民专办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非常有艺术天分 可是还没有人去把他们挖掘出来 那我希望可以借由设计课跟文创课的安排 然后他们可以从头学习 然后实际操作 日本人马老师希望透过动静态的展览 能给学生更多的自信 让他们离开学校之后 勇敢地面对挑战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记者巴朗高雄内门采访报导